我您新闻准点博包 本周的正式服务 说了大波更新 据悉 本次更新调整了两个道具 还有三个角色 并且上架了一个新玩法 具体更新的有多水呢 接下来就请看前线发来的胡说报道 首先是调整了两个道具 一个是太空舱的喷雾 现在呢 猫方使用黄色加黄色配方的时候 获得的加速时间大幅度提升 猫方使用黄色加蓝色配方的时候呢 从持续回复健康值效果 调整为回复健康值和免疫控制的效果 持续时间为15秒 猫方使用黄色加蓝色配方的时候 获得的隐身效果时间 从30秒降低到20秒 另一个调整的道具呢 就是全套了 现在的全套有耐久值了 也就是说啊 可以用道具和技能把它给破坏掉 这个破坏的判定机器呢 和强缝是一样样的 其次呢 就是每次更新大家最期待的 角色调整了 这次真是不得了了啦 这次的角色调整呢 就是一个照查游戏 第一个被调整的角色 天使杰瑞呢 原本的特效是这样的 现在呢 变成了这样 怎么样 你发现有什么不同了吗 这个朵尼曼速来一遍啊 其实啊 就是这个剑好一个发光特效 哇哦 真的是好不一样的 这个简直就是一目了然啊 你看这个下次要不要再试试 改改谁的睫毛啊 或者头发丝嘞 第二个 是维他姆增加的特效 但是这个特效呢 就比刚刚明显多了啊 不需要慢放也可以看清楚啦 就是这个被动二级的时候呢 士维他姆头上多了两把剑 等等等等等等 等一下 这个怎么有种说不出来的 非主流气息啊 算了 一开心就好 还有就是士维他姆的被动三级 这个触发的时候呢 会有个盾 哇哦 真的好好看呢 金刚伞伞呢 爸爸 我这样捧可以吗 还有就是这个第三个 是太飞了 太飞的调整呢 就更明显了 就是跳跃可以取消圆滚滚状态 行吧 那这样说太飞就不用醉驾咯 可以随时刹车 最后一个超大更新 就是圣诞大作战的2.0升级版 来了 没错 你没有听错 这就是一个4月份开始的圣诞节 其实呢 这个玩法和旧版的圣诞大作战 是差不多的 就是两队抢装饰物 来装饰自己家的圣诞树 先挂满50个饰品了就赢了 但是这次加入了猫的角色 猫可以把老鼠绑上火箭 被放飞的老鼠进入若干的冷卷区之后 就可以冲回战场了 最有意思的就是 你可以在这个模式里看到猫打猫的场景 怎么样猫迷糊哦 是不是想想都刺激呢 不过要注意的就是 就算这个是自己家的猫布置的陷阱 老鼠也是可能会中糟的哟 所以你最爱在这个模式用什么猫呢 赶紧留言案例给朵尼吧 欢迎大家留言点赞收藏咯 爱你们哟